作为世界上第一款技术成熟的禁防系统 密集阵系统不仅广泛装备在美军的舰艇之上 就连其他国家海军也纷纷采购 之后苏联研发出了AK630系统 荷兰研发出了守门员火炮 虽然它们的名字各不相同 然而它们所担负的任务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把好军舰安全的最后一关 这次电影《红海行动》当中 零一舰使用的则是威力更为巨大的1130炮 那这个1130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11管30毫米宿舍炮 什么概念 这个系统每分钟能够倾泻11000发左右的炮弹 平均一秒钟能够射出166发炮弹 在如此密集的弹雨面前 来袭导弹或者是火箭弹 那基本就没有什么活路 影片当中零一舰正是利用这款武器 才得以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宜 那么对于这些功能强大的禁防系统 就像足球比赛当中的守门员 他能够守住最后这一关吗 来我们在这请教一下张兆忠先生 对于研制炮的人呢 在他脑子里边实际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炮 尤其是他研制的这个炮 他认为比原子弹都厉害 所以说呢他就是从1000发增加到2000发 3000发 他就不停地让他增加射速 增加射速以后呢 对方的导弹来了 在那个导弹的正面形成一个弹幕 形成一个弹幕 就是用子弹堆成了一个弹墙 然后把对方的导弹给他拦截掉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对方的导弹 它如果是超音速的话 那么每小时就是几千公里的速度 你这个炮拦截它是在距本舰 大约1500米到2000米 这个距离上 你就把它拦截了 它失去方向了 或者是它的电子设备都没有用了 把它打得个浑身都是烂七八糟 它那个惯性还是要装你这个舰 因为提前它已经顺着这个弹道来了 它一定会突破弹幕 然后把你这个舰 它就是不爆炸 也把你这个舰给你撞 撞个烂七八糟 肯定是这样 这就是最后的惯性 一定会对你这个舰艇 本身造成很大的损伤 所以说呢 按照我这样一个分析呢 就是其实末端防御呢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什么呢 你就是把威胁尽早地排除在 它对你的舰艇构成威胁之前 比方说在几十公里之外 在几百公里之外 你先把它平台干掉了 不就完了吗 老母鸡先把老母鸡给它弄死以后 它鸡蛋不就出不来了吗 你别等它对你 到你眼前了 对你还剩个一两公里了 才把它干掉 这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这个发射速度呢 其实取不了太大作用 关键是前面那个 要先发制人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